铁了吗 刚刚看完了拿铁的DAT的PS EV 接下来未跑我最高中的车 你们都知道就是每次车上我都会拍它一下 我太喜欢这车的外观造型了 真的它太复古了 而且就是什么 它的一个尺寸其实是非常大的 我1米85的一个身高站在它旁边 赶快点这车大 这回在车展上给你展现出来的这个圆梦 它的一个状态 就是无限接近量产的一个状态了 它在细节上多了一个标 在这个杜哥的中网上面 多了一个它DREAM 它就是它名字这么一个logo的标志 那之后整体造型跟之前咱们所有拍的圆梦 还是一模一样的 非常复古 非常虎实的一个60年代车的造型 然后加上很多杜哥价的装饰 那之后你会发现什么 你看了吗 就是圆梦 它上面是一个绿色的牌子 这回也就是基本上它的一个动力的方向已经确定了 基本上是一个混动的状态 应该是发动机采用1.5T的这样一个发动机 然后再加上一个两档DGT 然后再去加上后桥的一个电机这样的一个状态 除了这些多个价之外 它跟上次版本的一个变化来说 还有一个它的轮毂的变化 它的轮毂上次是多幅的轮毂 那这一代变成了一个饼骨 我觉得饼骨更对味 就更复古了一些 然后21寸的一个大轮圈 之后打开这个车门 还是类似于马上和制衣挖跟一样的 就是按着大厦 它是一个动物的感觉 然后整个内饰 除了中共那个内饰是一个非常复古的 带着这个电子仪表的一个小椭圆性的中控 那两边还是一个联屏 它的内饰跟外观还是非常非常对味的 都是用这种镀铬的材质 包括侧门板上有这么大片的一个镀铬 你看了吗 这个真的是不多见的 而且开门也采用一个电动按钮的方式 并没有那个拉杆 就车内有这么多镀铬 我确实是没见过 你帮我这些细节上 包括它的出风口 包括它的这个中台的下方 包括那些按键 都是多的 而且这张车 我刚才说了 就是它的这个方向盘上 这个喇叭开关 哥们太复古了 类似于五六十年代那种 这么拉杆的这么一个操作方式 那咱们坐下后排 虽然它是一个复古车造型 但其实它的离地见距还是很高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条一米八五的腿 姐子们 坐在车后面 这座椅太舒服了 这座椅太舒服了 而且它头部空间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它的顶棚 这点没有变 这点亮相板跟上次咱们拍的一模一样 都是GP的材质 而且用了一个双色的拼色 后排给了你出风口 然后有这个USB和Type-C的充电的接口 后排座椅配了一个加热 也是一个大舞座车型 之后你再去看它整个的后部分 还是六十年代的一个造型 然后背了一个小背包 这个时候就已经确定了 挂了DLT标了 比如说我们整个卫品牌 它的一个走向 一定是更往这种智能混动方向来走的 然后复古电灯 跟前面一样 带着大兔哥的套件 刚才其实我也跟工程师聊了 它未来还会吹出很多 特别满满 毕竟这么个性的一个车 它肯定是 咱不能说有高配 中配 低配 它肯定是会根据客户的需求 会往一些特殊的定制方向上来去做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一下 自个儿的外观的一个套件 包括你可以选 选择自己选的颜色 这都是我非常选的 这辆车的外观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发朋友圈 你们很多人说 这辆车长得对不好看 但其实真不是的 我觉得这个太好看了 现在真的需要这么一款 非常非常个性 而且在格调上非常非常高的 这么一个特殊的车型 来给打一针强心机 真的 这种车型 就相比对于自己个性的延伸一样 它既有新时代的这种科技性 包括它的混动系统 包括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富国 且个性与众不同的外观 再加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用性 我觉得这台车圆梦 其实这外观真的这击中我内心了 没有别的说了 击中我内心了 aquele这样我内心了 给公敏了